这间位在台中厚礼的铁工厂 占地广破具规模 四年前劝爆发土地纠纷 衍生侵占案外案 居然跟盐亲标包地盐亲山有关系 这间铁工厂业者在103年被指控占用土地 地主要求还地拆屋 一名自称是盐宽恒办公室主任 盐亲山特助的秋夕男子 主动介入 说自己排解纠纷经验丰富 可以代为协调买下土地 因此铁工厂方面的张姓男子 和秋姓男子达成协议 付了350万 但不但没买到地 钱还全进了秋姓男子私人公私账户 让张姓男子气得提高 有回错盐宽恒去帮忙协调 是以350万去 没有没有 不要让被逼 一提到盐家关键制就实口否认 但判决书留下证据 106年法院判决书显示 打着盐家助理名号的秋姓男子 因为侵占遭检察官提起公诉 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 张姓业者上述被驳回 台中市议员直言 盐家在当地就是个好用的招牌 坦言在地方上确实听闻类似案件 层出不穷 而盐青山则在坐证时切割 强调秋姓男子是主动到服务处来帮忙 明天是他自己硬的 拒绝承认关系 不清楚这个事情 不清楚的人 对对 没听过 盐家在地方上势力庞大 被人打着名号乔世琴 到底是真不知情 还是出事撇清 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 三菱学员吴一泽 严俊强 周凯台中报道